自家有全国的第一千零四十天 我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又过了一次冬天 在这个停车场没店没餐馆 这海拔两千五百米的草原 却长着很多以前在家乡才能吃到的野菜 再一些带回去正好做早餐 把灰灰菜洗干净 焯水 加香油盐和香醋一半就很好吃 外面风在大 车里依然是温暖的小家 今天走独库公路 光吃这些也不行 冲一杯咖啡 再吃点干果红枣 年纪不断增长 身边也喜欢时刻准备点健康小零食 好想你找人派正合我口味 红枣软糯 核桃仁酥脆进食 一口吃到两种营养 老人妈妈小孩吃都合适 特殊压榨工艺 独立索鲜包装 再拿几个黑芝麻口味到驾驶室 路上饿了 随时停下来补充底力 比玩雪更让人开心的是夏天玩雪 高颂的雪山和短袖短裤 让人意识分不清 这是在冬天还是夏天 管它呢 开心就行了 孩子抓住春天的草垫 奋力爬上山顶 不再顾忌融化的雪水是否冰冷 有幸看见大片美丽的野花 半雪而生 这只是独库公路的一角 也是冬天留给夏天独库 浪漫的礼物 有着冬天的草垫 一项目的冬天的草垫 有着冬天的草垫